小朋友的热舞 替107年度花蓮县模范父亲表扬揭开序幕 这次受表扬的模范父亲中 最高龄的已经93岁 花蓮县长傅宽奇一一表扬 来自各乡镇的模范父亲代表 受奖则也感到相当开心 很高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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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德明第一任棋职 因溺水意外过世 当时两名儿子还年幼 他父兼母子 担起两个儿子的照顾责任 吴德明曾经当选过两届港口村村长 现在虽然年事已高 但仍在部落热心协助各项事务 很高兴 也谢谢他帮我们带大 花蓮县境内13项正式公所 批券推荐模范父亲代表共14位 现场模范父亲各个壁挂彩带 家人经由到场献花拥抱 气氛温馨感人 于是新闻 感谢玛雅花蓮市采访报道